昨天下午桃園市長鄭文燦是前往大溪區的山珠湖生態清水園區來主持這樣的大科侃地質公園計畫工程開工典禮 那麼鄭文燦也說了大漢溪是桃園歷史的起點 要在這個地方來打造一個集結生態觀光環保的國際級水域環境 到 桃園市長鄭文燦三十號下午來到大溪區山珠湖生態清水園區為大科侃地質公園計畫進行開工典禮 這個河岸地質公園跟我們海岸的地質公園剛好是互相回應 我們這是第二個指定為地質公園 大家人家說這是台漢的龍骨 所以河床上看得到岩盤 看得到畫石 所以我們這個大科侃這個畫石地質公園 其實它標示的是我們台灣島島嶼的歷史 也標示著大漢溪的歷史 預計面積會達二十八公頃的大科侃地質公園 屬於山珠湖生態清水園區的第二期工程 堪稱山珠湖的二點零版 鄭文燦說山珠湖生態清水園區是當地環境改造相當成功的案例 曾獲第十八屆行政院工程會金值獎加作 二零二零年全球卓越建設環境類金獎等肯定 期待未來大科侃也能夠帶給民眾更好的清水環境 我們配合大漢溪的地質那成立了這個十公頃 大科侃這個水岸畫石公園 那這個大科侃的計畫裡面 我們希望把這個畫石公園 可以讓大家看到這個地質的過程 我們會用第一衝擊開發循環經濟 以及生態富裕的工法 打造這裡成為一個具有豐富生態的地質公園 也是一個環境教育最好的場域 這項工程計畫預計在二零二三年的七月完工 到時候配合中莊到山珠湖生態公園的跨河大橋 能夠讓大漢溪左右兩岸的自行車道及綠廊連接 讓民眾可以輕鬆悠遊在水岸 享受城市綠洲的美好 記者綜合報導